來我們看一下最後一個單元我們介紹的是雙曲線 那什麼是雙曲線呢 你看這邊 這個已經幫你寫好了 它說 我們只要把那個橢圓定義稍微修改 就給它雙曲線了 所以它也是一個二四曲線的一種 那修改出去寫到的 我們說因為那個東西 不管是方程式或者是觀念 就跟前面很像 所以拜託你 別把那個ABC弄錯了 因為很容易會寫錯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雙曲線定義跟焦點焦距的意思是什麼 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說平面上面給兩個定點 F1跟F2 這個F1 F2就稱為焦點 然後呢 關鍵兩個畫起來 他說如果滿足說 有個動點到兩個定點的距離差為一個定值的話 那我們說 這個所畫出來的動態軌跡就稱為雙曲線 那這個距離差呢 一定要小於多少 小於F1 F2 那這個為什麼 因為很顯而易見的 你看看這邊 如果這裡是F1 這裡是F2 好 那這個是P點 好 這是P點 那請問你這是什麼形 三角形吧 有學過吧 三角形的第三邊 是不是應該大於兩邊之差 所以這第三邊就相當於F1 F2 所以它要大於那個兩邊之差 所以反過來講 兩邊之差呢 要小於第三邊 所以它是不行的 這樣會啦 所以這兩個相擊要比F1 F2小了 所以反過來講 如果等於它 或大於它呢 等於它就是不太直線了 對不對 啊如果是大於它呢 就不存在 這樣懂嗎 因為不可能兩個相擊 還大於這個第三邊嘛 就不存在 好 所以這邊看起來 這邊先答對 我們說如果是焦點 它的距離差大於焦距的話呢 就沒有這個東西就不存在 然後如果是等於焦距的話呢 它動態的根據就是兩條直線 兩條直線 兩條直線是往外發散出去的兩條直線 OK 好 那這是它的公式 好 畫起來 就是 批點 一個動點到F1 F2 這兩個焦點的距離差 或者一個固定的值 然後呢 這個K呢 肯定介於F1到F2之間 會啦 好 那這邊寫到吧 批點所形成的雙曲線 會有兩條分支 然後呢 滿足這個等於K的是一個 等於-K的是另外一個 好 這個圖就很 就要告訴你這個圖 有沒有 這條線 跟這條線 跟這條線 注意喔 這兩個線會不會連在一起 是不會的 所以它講的是說 會有兩個分支 一個是在這邊的 一個是在側邊的 會啦 這樣應該沒問題啦 好 這邊告訴你 如果我們給一個焦距的話 當距離差越小的話 雙曲線的開口會越大 然後距離差如果越大 開口就會越小 那這個應該很顯的意見 為什麼 因為 你相差越小 不是他們兩個之間的肩隔會越遠嗎 對不對 肩隔會越遠 那這個肩隔越遠 不知道開口就會越大嗎 這樣子 會啦 因為當你大的時候 我也更是大 聽懂我意思啦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有幾個東西 一個是中心點 中心點就是兩個焦點中點 稱為中心點 也是雙曲線中心 這個E就中心點了 那 這邊 我們給你焦點還沒 好 再來頂點 頂點就是 兩個焦點連線跟雙曲線的焦點 不稱為頂點 像這個有沒有 這個DF 不稱為焦點 就稱為頂點 D跟MF 稱為頂點 好 這個來 就要打一顆心 什麼是灌軸 灌軸就是兩個頂點的那個連線段 就稱為灌軸 這段 頂點跟頂點之間的連線 不稱為灌軸 OK 然後呢 供二軸的話呢 是什麼東西呢 供二軸就是 以中心點 為終點 然後呢 畫一個中垂線 OK 然後呢 這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這個關鍵 那個AB就是所謂的供二軸 它會符合半焦距的平方 會等於半灌軸的平方 加供二軸的平方 簡單的說就是 C平方會等於A平方加B平方 等一下等一下要補充上去 C平方等於A灌軸加B平方 那個C就是半焦距主 A呢就是灌軸 灌軸的一半 B呢就是供二軸的一半 簡單的講 焦距就是2C 灌軸就是2A 另外講半的意思 不知道 2分之一 然後呢 供二軸就是2B的意思 所以換句話就別把形上去好了 這一整個呢 就是 焦距的部分 CG 有沒有 這個CG就是2C 然後呢 這個DF 就是2A 那這個AB呢 就是2B OK 好 再來 還要揮個東西叫漸進線 那什麼是漸進線呢 就是 以灌軸跟供二軸的端點為終點 然後呢 會有一個那個 長方形的對角線呢 就稱為它的漸進線 在這邊有沒有 這不是一個長方形 然後呢 你把那個什麼東西 對角線把它連起來 延伸出去 這個線 就稱為漸進線 這一邊呢 有另外一個漸進線 那 漸進線其實代表就是 它會把什麼東西啊 會把那個 雙曲線的部分 整個包含在裡面 一個區間裡面 OK 好 所以雙曲線可以無限延伸 但是呢 它在一個很遠遠的地方呢 會跟漸進線的距離 會越來越接近 它講趨近於0 但我懂得意思嗎 這樣 碰不淡 只是很接近0而已 但是不會 真的是0 OK 好 那什麼是斜 就是 雙曲線上面 正兩點的連線段 就稱為斜 OK 那膠弦的話 是通過膠點的斜 就稱為膠弦 像這邊有畫法畫給你們 在這邊 G如果是那個斜 膠點的話 那個M裡面 通過膠點的 就是稱為膠弦 PQ也是 好 那 這裡要打星號啦 什麼是正膠弦 就是 平行共二種的膠弦 就稱為正膠弦 平行共二種的這個地方 像這個PQ就是 呃 我們看一下 這裡 這個 這個PQ有沒有 是平行共二種 這個稱為膠弦 正膠弦 那膠半徑的話 是說 雙曲線上一點 到兩個膠點的連線段 就稱為膠半徑 OK 這定義 應該沒問題吧 好